大家好 我是佳月美娅的SOPFO 今天因为这个疫情 大家应该在家很愣 而且应该会经常在家煮饭 所以今天我会介绍大家一起做一个 一道净水鱼 比较很简单 而且又健康的 现在我们开启了 我先搭一个口袈子 我这边的水鱼 就是一包大概是15块左右 我们两件 都蛮重的 这边差不多要有300多克 400克的这边的水鱼 所以我们淹好了 你们拿回家 这样我会给你们拿回去 剪开了就这样煎就OK的了 是没有问题很容易的 所以我现在要先做一个 这个是上方 水 一个大根2汤匙的油 滴滴鸡蛋的800克 我先开一个浆 这个蛋白浆 我们放下去那个水鱼的边 它比较很脆 煎出来会比较脆一点 比较起胶 这个水鱼的煎汁 如果我们是去做水鱼的 我把水鱼的水鱼的也厚 用厚的烤鱼巧克力 用厚的辣椒 擦到水鱼的 煮出来会比较似,而且会比较似。 我们做这个酸, 让我晒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了,不要太快。 而且这个锅,煮东西一定要把锅够散, 而且冻油, 采放下去,这样煮出来煮得更好一点。 放下去,我们用锅够散掉了, 上面那个水分比较干一点,有点脂胶, 我们再放,这样就继续不会辣。 而且你在家做,你可以用水鱼也可以, 用水鱼也可以,用鱼也可以。 因为鱼也不太好,鱼也不太好,鱼也不太好。 鱼也不太好,鱼也不太好。 没有油分给,让你去拿,这样做好就比较好。 如果你用,给它太多了,你可以盖上去。 慢慢鲜,它会干太多。 如果你在家如果不開這個蛋白根也是可以的 可能你可以直接來用剪開這個袋子 只要拿你用的到燈粉來擦一點點 這樣你也是會保持比較沒有那麼退人 因為這邊我剛才煎的燈粉不夠太多 所以我們擺過的再吃一點 然後在這邊拿燈粉比較起焦一點 比較吃軟 如果你用一個蓋 蓋住已經拿會比較快 把兩分鐘多啊 應該是進去就行了 到本身水瓶我裡面見了它就沒有遇到 我用牙刀裡面也會有遇到 它已經比較遇到 它就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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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鯊魚拿到鯨魚拿到鯨魚拿到鯨魚 所以我很容易脆 所以啊 因為那個鯊魚 剛才我都派鯨魚這樣嘛 所以弄到我那個鯨魚就有鯨魚 就派鯨魚 就派鯨魚 所以我已經熟了 已經熟了 因為兩邊鯨魚熟了 所以我大一點就熟了 把鯨魚熟了 現在已經熟了 熟了 熟了 所以我已經熟了 所以啊 我就殺一點 這個鯨魚下去 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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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汤汁就够了 这个汤汁 先把汤汁干它 这个酱的味道有一点点甜 是蛮不错 这个豆用冰汤 小孩子吃它是一流的 一定有紧张汁的这个味道 把汤汁干这个汁 煞冷冻的汁 只要受干了就OK 那现在我干过了 它很干 而且里面也是没有什么酱汁的 味道是蛮不错的 这个可以有三个人吃的分量 所以这一道我们可以放一点 你可以 如果你觉得太单调 你可以拿上面那个 那点上面 你可以放一点点 放一点 强盗也可以 青菜也可以 这样可以做 一道菜你可以做好了 很简单 你会去煎 不用两分钟就搞定了 OK 希望大家 吃饭啦 吃到菜 OK 好 再见 Products 谢谢观看